他是世界上最疯狂最玩命的男人 从小就恐高的他却能不带任何保护设备 仅凭一双攀登鞋和石灰粉徒手 爬上80多壮摩天大楼 并且从未失手 他的一半时间都在生死边缘来回横跳 人们纷纷称他为现实版的蜘蛛人 他就是来自法国的阿兰·罗伯特 就是这样一个不怕死的男人孩童时期 却胆小又懦弱 很小的时候就决定做出改变 他准备用挑战极限的方式 让自己变得更加胆大坚强 12岁的时候阿兰学会了攀岩 冒险之旅也就此开始 起初他会选择攀登家乡附近的一些高山 来为自己积累经验 有一次他被偶然锁在了家门外 可却因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竟然徒手爬到了自己家所在的楼层 过程非常顺利没有一点失误 就是这次成功地经历成了他爬楼冒险的开端 此后的日子里阿兰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并享受冒险带来的刺激和满足感 靠着徒手攀爬为自己收获了金钱和名誉 甚至经常做一些更加疯狂的举动 比如在徒手攀爬的过程中 把广告横幅挂在大厦中央 但是徒手攀爬就已经足够危险 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度可想而知 可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胆量和过人的本事完成任务 当然这个疯狂的法国人是不会选择爬到一半就下去 而是会继续完成属于自己的挑战 之后的几年阿兰又成功登上 中国台北101大厦和美国芝加哥威力大厦 自此以后阿兰名声大振 成了世界上徒手无保护攀爬运动第一人 2009年他获准攀爬阿联酋银行大厦 现场聚集了15万观众 人们都想见识一下这个蜘蛛人的真正实力 阿兰选择通过大厦的外立面向上进行攀登 175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小菜一碟 可却让在场的所有观众们目瞪口呆 看着他不用任何保护措施 仅凭一双手就能一点一点地向上攀爬 这一幕看得让人手心直冒汗 很快在万众瞩目下 阿兰又一次成功完成了登顶 这次的成功再一次提升了阿兰的知名度 他离自己的梦想也更进一步 时间回到2007年下初 阿兰来到了中国 上海经贸大厦成了他这次的目标 他决心爬到最顶端来提升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 并收获大批中国粉丝 这座420米高的建筑是世界知名的摩天大楼 由于造型结构想要爬上去风险极高 并且阿兰还可能面临着法律的制裁 甚至很可能因此而吃上三年劳饭 这天上海的风很大 阿兰换上蜘蛛侠外衣后 静止朝着金帽大厦狂奔而去 很快他就趁着保安不注意的时候爬得上去 当人们反应过来时已经无力阻止 警察也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此刻周围也聚集了许多围观群众 仅仅十几分钟的功夫 阿兰就已经爬到了15层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当他爬到21层时 距离地面已经有100多米的高度 可要登顶还要再爬上67层 看着他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去 心情也开始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眼看阿兰就快要登顶 警察也已经在楼顶将他包围 现在距离登顶还有八层楼的高度 可为了避免当场被抓 阿兰决定放弃登顶原路往下爬 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向下的过程远比向上更加艰难 几百米的高空让他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40多分钟后他终于成功爬了下来 不过就在落地的一瞬间他就被抓了个正着 事后阿兰也被上海警方拘留5天 并驱逐出境5年内不得进入中国 当然这不是他最疯狂的一次 他最疯狂的是试图徒手攀爬吉隆坡的双子塔 只不过这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甚至因此进了监狱又被驱逐出境 两次的失败让阿兰十分挫败 对于这个疯狂的法国人 这两次的失败也更加刺激了他要爬上去的决心 2009年阿兰再次来到了吉隆坡 他准备爬到大楼顶部尖尖处的最顶端 早晨5点钟趁着天还没亮就开始了攀爬 之所以这么做事为了成功登顶避免第三次被抓 在夜色的掩护下他顺利地向上爬去 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待到天色微亮时他已经爬到了60多层 不过这次要登顶 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大圆球挡住了去路 圆球的角度超过90度 根本没有可以向上爬的空间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项人类无法完成的挑战 可阿兰纵身一跃就跳了上去 此时已经开始刮起大风 他的身体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 足足攀爬了90多分钟后 阿兰即将登顶 随后他举起马来西亚国旗 虽然已经被发现 但此刻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 他一路扶摇直上 终于爬上了双子塔的最顶端 只见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直接就站了起来 张开双手向世界宣布自己完成了挑战 要知道400多米的高度还刮着大风 稍有不慎一个踉枪跌下去 就是粉身碎骨的代价 虽然最后还是被抓 但还是在关了一天后就被无罪释放了 可能是他勇于冒险 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 徒手爬高在90%的国家都是被禁止的 许多人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做 不仅是追求极限更是为了财富 虽然他也赚了不少钱 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收入都捐了出去 阿兰不仅收获了事业 重要的是还收获了爱情家庭 他的妻子非常支持理解阿兰的事业 孩子们也为有这样一个爱做死的疯老头而感到骄傲 他的做法可能很多人永远都无法理解 可人类不正是凭借着勇敢无畏的冒险精神 才能一步一步地突破极限的吗 他的做法值得商榷 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更加值得称赞 对阿兰来说不断地挑战极限就是生命的意义 能够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快乐呢